鉴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严峻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已寻求中央政府协助抗议 近日 全国政协常委 香港医院管理局前主席胡定旭 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内地支援队主要在加强病毒检测能力 和建设方舱医院两方面给予援助 能够为香港抗议提供宝贵经验 专家到香港来 一批就是帮助我们建设方舱医院 一边就是看看怎么帮助我们 加大加快加强我们的测试的能力 方舱医院香港从来没见过 大规模的测试香港没试过 现在有五十万高位人群 我们怎么去做 这个是可以接近内地的经验 也帮助香港的 你看全世界就是我们中国 抗击这个疫情 抗击做得最好 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 由中央政府统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的 内地支援队当中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的 七名先遣队成员已于八月初抵港 开展协助筹备临时实验室工作 另一支援队将协助特区政府 在亚洲国际博览馆建设 类似方舱医院的临时社区治疗设施 胡定旭对香港第三波疫情 表示担心 他认为当前必须应检尽检 迅速切断传播链 如果今天我们的疫情 控制不住的话怎么办 如果未来这两个星期 再有三千个五千个绝症 怎么办 公立医院顶不住了 本来应该禁约的人进不去 留在家里再传染家人 这不行啊 一定要将人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所以中央政府派人的机缘 香港我觉得是绝对 我是百分之百的派手奖赞成的 胡定旭认为8月3日起 香港每日确诊病例稍有回落 说明特区政府推出的措施和市民的配合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2003年香港应对非典疫情时 胡定旭是带领医抗击疫情的医管局高层 如今疫情再临 胡定旭感慨 香港社会多了政治纷争 非常遗憾 香港现在面临疫情 怎么带一个困境 应该大家团结在一起 这样大家矛盾抛开 先去抗议 但是好多人 开始捣乱 到目前 到现在 我们面对是可能香港 一直以来最难的 情况 我们应该就是团结一起 去抗议